王小飞这是在干嘛 3月22日据台媒报道 王小飞在今天下午突然出现在大S新一区豪宅楼下 看起来喝醉了 并大声咆哮到要上楼找徐西苑算账 警卫赶紧报警 并把他带离现场 对此大S经纪人证实 却有此事 稍早汪小飞一次喝醉了酒 在直播中大骂张一鸣 连家中保姆都劝他别再直播 没想到竟然趁着醉意去前妻家找麻烦 这真的是有点吓人了 台媒报道S家回应称 不了解汪小飞为何会这样 大S目前很惊恐 什么都不想多谈 看来是被吓坏了 随后汪小飞还在社交平台发了新闻截图 称物业费还是我给的 把我孩子强行拉走了 看来真是醉得不清啊 我也是你还穿过场呢 你傻逼 操 风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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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张一鸣你上个屁 操 真逗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吃饱了 不 不 不用 不用 他上个鸡吧 真逗 汪小飞这是要鱼死网坡了吗 3月22日汪小飞被暴罪酒后 跑到大S新一区豪宅 扬言要找徐西院算账 后被保安驱赶 对此大S经纪人证实 却有此事 没想到 晚上汪小飞再度跑到大S家楼下 随后又现身警局 称要实名举报大S已有的孩子被非法拘禁 第二徐西院长期滥用药物 出了警局后 汪小飞还表示 大S和小S长期服用斯诺斯 而且是用别人的身份证 王小飞一脸愤怒的说 小S天天劝大S里 两人串通好 把自己当傻子 并指着附近的豪宅说 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他父的首父 简直欺人太甚 据悉 斯诺斯是用于治疗睡眠障碍的安眠药 在2022年两人隔空对战时 王小飞就曾爆料大S服用斯诺斯 并称他精神状况出现问题 对此却有网友表示 有王小飞这样的老公 精神很难不出问题吧 张岚又出来回应了3月22日 王小飞被报罪酒后 跑到大S新医区豪宅 扬言要找徐西院算账 后被保安驱赶 对此他S经纪人证实 确有此事 晚上王小飞再度跑到大S家楼下 并现身警局 称要实名举报大S长期滥用药 非法拘禁孩子 闹剧愈言愈烈 晚上张岚发布视频 回应王小飞今天的行为 称是有人故意蓄谋 激怒王小飞 才使他做出过激行为 张岚今天年10岁了 已经成长已经大了 他的母亲呢 不顾小岳的心灵感受 引狼入室 这个狼呢 天天的不穿衣服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这一次他之所以 这么样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焦虑的态度 焦虑的情绪 是因为妈妈引狼入室 因为小岳天天 把自己身上能够转动 张岚一直聚聚业是狼 小岳是羊 如今就是引狼入室 他还透露 今天大S小S聚聚业等六人 没跟王小飞打招呼 就私自去学校接小岳 还把小羊阿姨推倒 把孩子抢上车 所以王小飞今天才这么激动 这是被他们一家人暗算了 张岚表示 自己作为奶奶 对孙女感到非常担忧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王小飞作为爸爸的心情 小羊阿姨也是不容易啊 3月22日 王小飞两度闯大S豪宅闹事 晚上又跑到警局 称要实名举报大S滥用药物 非法拘禁孩子 随后张岚也在直播中 称大S一郎入室 何举俊业等强行 从学校接走了小岳 还推到保姆阿姨 须以激怒王小飞 3月23日 王小飞家保姆小羊阿姨 在直播中报平安 说自己一宿没睡 昨天确实被抢孩子的人 推倒了腰 傻了一下 小羊阿姨表示 自己对他们家的事 也无能为力 他们晚上适应我 一直从晚上一直到 我到2点3点才睡 都还在看家人过事情 那么多家人关心我 所以我今天给家人见个面 让你们担心了 真的你们那爱情特别暖 这是他们的家事 真的 没有让保姆聊聊 大S和汪小飞的内幕 小羊阿姨表示 这是别人的家务事 什么也不能说 请大家理解汪总 人太善良 这样的人就容易吃亏 不会照顾好他的 不得不说 杨阿姨对雇主家还是忠诚的 但也有网友表示 杨阿姨直播带货 有蹭热度的嫌疑 你怎么看 原来汪小飞穿的旧衣服这么贵啊 3月22日 汪小飞醉酒后 跑到大S家楼下闹市 晚上又跑到警局 称要实名举报 大S长期滥油腰 非法拘禁孩子 而汪小飞身上那件旧衣服 也引起网友关注着 件褐色的T恤 看上去皱皱巴巴 衣领宽松 似乎已经是洗到便和叶边了 随后就有网友扒出 这件衣服 竟是价值4500元的圣罗兰 而且本来就是这皱皱的款式 不过汪小飞白天直播时 这衣领还没这么宽松 可能在大S楼下 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衣领都被扯成闲菜了 4500元的衣服 生生被汪小飞穿出4块5的感觉 真是火得猝不及防啊 3月22日 王小飞和大S的关系再度恶化 王小飞酒后硬闯大S豪宅后 又到警局举报大S 王小飞在22日晚上独自现身禁居 实名举报大S长期滥用药 还举报大S非法拘禁自己的孩子 称房子是他的 否认私闯民宅 王小飞还举报小S磕药 让警方查大S的监控 称每周都会有同学送药 王小飞身穿痘巴巴的短袖 脸色微红 步入警局 一旁的警员都有点诧异 似乎现场来了很多记者 而在几个小时前 王小飞酒后跑到大S楼下试图硬闯 被警卫拦下 并在警方劝阻后返回 多家台媒跟踪报道 声称大S家人担心被打 不肯下楼与王小飞见面 经纪人证实此事 但据谈其他 王小飞本人回家后发文 物业费还是我给的 有知情人透露 王小飞当天让司机接儿子送去大S家 大S一家下来后 又让车上的女儿下场 王小飞去接女儿 但大S不让 才导致他暴怒要硬闯 被说成是酒后撒野 王小飞举报期间 小S的车停放在大S豪宅门口 据悉 这不是他第一次举报 去年就爆料大S滥用药物 大S妈妈解释 大S因为流产导致身体虚弱 需要服用抗癫痫药物和抗压力的松弛剂 否认吸毒 王小飞家的保姆 小杨阿姨也开始直播带货了 引发网友热议 这位保姆 竟然还曝光了大S家的豪宅内景 小杨阿姨来自河南驻马店 已经在王小飞家做保姆十几年了 虽然有人质疑他一个保姆 以来蹭大S的流量 但他表示只是支持王总 因为王总对他和家人都很好 现在小杨阿姨也加入了直播带货的行列 看来王小飞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不仅如此 小杨阿姨还透露了 王小飞对大S家的照顾 包括给孩子们请家教照顾生活起居等 看来王小飞对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 关注咱们下期再见